关于集体断代这个事儿 我给大家直接来一个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 虽然咱们国家现在不是判立制国家 但是法官审理同类型案件的时候会予参考 一会儿给到编号 这个判决是2020年初的时间并不长 主要有三点 第一你开发商的问题没有办法及时交房 这个买卖合同解除 然后这个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 它作为从合同也得解除 你得开发商把我的首付以及银行给你的贷款分别返还 那么我作为买售人消费者不用承担自来 第二你这个银行的借款合同在我没有得到房子 而且我也没有拿到这笔贷款的情况下 你让我继续偿还 对不起不合理的加重了我的义务 这叫格式条款提供格式的一方 要对你做出不利的解释 这个条款无效 第三还是从消费者角度来考量 你看我买个房子付了首付 然后又得每个月还这些按揭 而且最后烂尾的责任也不在于我 那如果这个时候在我没有过错情况下 依然让我承担烂尾的风险 每个月继续还款 显然加重了我的负担 这有为主意公平原则 这个判决比较长 重要的是这三点 怎么样给力不给力 好这个判决的编号网上可查 2019最高法民赛245号